立陶宛还敢得罪中国 一直以来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说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但是所有的经济最终都变成了中国发展的动力在充斥着外部压力的局面之下 中国的发展速度反而越来越快 这直接让很多国家惊掉了下巴 尤其是在现如今 虽然疫情的阴影笼罩在世界各国的头上 但中国的发展却依旧高歌猛进 但是有一些国家不乐意了 生怕中国的发展会影响到自己的地位 于是美国等一些国家果断地开启了更加频繁的反华行动 甚至于在台湾问题上动手动脚 使得台海局势变得异常地复杂 这其中立陶宛为了讨好美国 也试图在台湾问题上搞事情 那么后果其目前也已经很清楚了 中国果断同其外交关系降级 同时立陶宛的出口货物无法在华清关 这对于其经济的打击不言而喻 这也是中国强硬态度的一种体现 不过立陶宛转头就向欧盟报告此事 想要凭借欧盟来为其做主 看来立陶宛还敢得罪中国 但没有想到中国还没有出手 罗盟友突然送上一张王牌 彻底出了一口恶气 尤其在目前该国国内局势非常的紧张 如果仍然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的话 最终和中国之间也只剩下断交 这一条路可走了 希望立陶宛好自为之 两万亿 央行辟谣 近日网络流传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陈耀明 涉嫌严重违法违纪主动投案 疑似因私印同号超两万亿 陈耀明主动投案的消息 于12月8日在中纪委网站被披露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 纪检监察组和北省监委消息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 董事陈耀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小欧昨晚在看完还在伤感以为 只有自己是一员 缴分为货币单位的呢 这部央行紧急出来辟谣 12月22日央行在官网发布辟谣消息 央行货币经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为谣言性质恶劣 人民币印制发现有严格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以法一规开展相关工作 我行对造谣 缠谣行为严厉谴责 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央行这一辟谣迅速登上热搜 缴分为货币